各位投资朋友大家早安 欢迎收看亚洲之星 那么经过礼拜五的盘势震荡 投资朋友你看我讲的 我讲一个多礼拜了 3D感测是不是盘面最强的主轴 真的 礼拜五早上 全国的投资朋友 你都是我的见证人 我在礼拜五早上 我还告诉大家说 3D感测扩张到人脸辨识的时候 市场的焦点在哪一档股票 2405的耗星 有没有 我在礼拜五早上 开盘前所说 站上这个一年多 快两年的大颈线 站上大颈线 结果呢 全国的投资朋友 非常热烈的支持 礼拜五直接跳空涨停板 你自己看 是不是礼拜五跳空涨停板 同样的道理 和这朋友说 马老师 你讲的3D感测 人脸辨识 真的是盘面主轴 连文贸 又在创历史新高 我说过了 我们要买的 带你去买创历史新高的台积电脑文贸 这种是没有成就感的 我们一个老师要带大家做的 是选出真正的好股票 带你在低档机做一个切入 但是观察的重点 怎么样来选择这些好股票 你如果了解说 我在昨天 为什么花了这么多时间 我告诉你 未来科技的发展主轴 礼拜五 苹果 iPhone X上市之后 它带动的 不是只是一个心机的营收效应 它带动一个科技的主流趋势是什么 3D感测 这种3D感测 不是只是一个 好像人脸辨识开锁 这么简单而已 不是 为什么这一次 苹果iPhone X 要把3D感测 把内部云来 也说是评估 要明年才会上市的部分 提前到今年来做上市 即使延后了一个半月 它还是把3D感测的模组给推出来了 这推出来之后 对整个未来生活的变定性 真的会有很大改变 你看到最明显的例子 整个3D感测一发展上来 我们说昨天讲的 很多之前的科技电影情节 什么天眼科技 蔡总统都说了 这会加速物联网的发展 有没有 加速物联网的发展 它对人脸的辨识 越来越进步 这种进步的情形之下 不是只有反恐 或者是抓通缉犯而已 最主要的 人脸辨识将来开始普及化 基本资料 基本个人资料 开始进入之后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将来你去购物 甚至连买东西 连刷卡都不用刷卡 人脸辨识 就是你个人的一个专利 这种现象 你看到英国 有没有 英国的维安反恐 警车 我昨天还花了很多时间跟你讲 英国的警车就配置了 人脸辨识系统 需要去带回警局吗 不用 直接在马路上看到 人脸辨识系统一扫出来 是通缉犯 还是属于恐怖分子 马上都可以抓起来 那更不用讲 大陆呢 在很多路口的监视器 它透过人脸辨识的技术呢 成为强大的监视工具 这种人脸辨识的技术 最直接最直接的 我昨天跟你讲什么 不是只是反恐啦 或者是违安 去抓通缉犯而已 最主要的 每个人的脸 它是一个专利的时候呢 一个重点 日本在去年 日本在去年的时候 就把人脸辨识系统 推升到哪里 结账付款 结账付款 还有门禁的自动开门 这种脸孔 人脸就是身份证的观念 将来在手机 个人资料扫进去以后 是不是更容易 把整个3D感测的模组 带动包含了大陆的华为 韩国的三星 去做进一步的推升呢 时间上它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那么很多投资朋友说 马老师 这些个股 获利数字 甚至上半年还表现不好 怎么会这样呢 我在去年10月份 我在推细金元的时候 很多投资朋友也很怀疑 说锡金元没有赚钱 明年真的会调高 锡金元的价格吗 结果 你看到锡金元 今年每一季 每一季 每一季 每一季涨 明年第一季还要涨 这种情形 已经连续涨5季 涨6季了 我这一个礼拜 我告诉你什么 我说我们锁定的 3D感测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 我们锡金元股票 一张不留 我是不是讲了好几遍了 你看看锡金元的股票 大盘礼拜五还上涨 大盘礼拜五还上涨 锡金元呢 环球金跌12块 你再仔细对照一下环球金 这半个月以来 环球金高点拉回 跌了多少 44块 你看他短期 三条均线 全部压在哪个地方 343左右 三条均线都压在上面 是不是我讲了快一个礼拜 锡金元一张不留 不是说他获利不好 而是我们去年10月开始 推荐上来的时候 他股价已经涨了三倍 涨了四倍 从没有营收很明显的成长 到获利每一季每一季 你都看到数字的时候 涨三倍涨四倍 我告诉你一张不留 不是只有环球金而已 环球金 你看到礼拜五跌12块 对不对 来另外一档 台胜科 礼拜五也跌了三块 跌了三趴 你仔细看 台胜科从120块 有没有 他的高点 从120块 跌到礼拜五 跌破季线 跌破四条均线往下走 股价已经回了多少 22块 我这个礼拜 是不是又讲对了 我还告诉你 从上礼拜里 我就告诉你 上礼拜 苹果礼拜六 早上收盘大涨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说苹果有红苹果跟青苹果 我上礼拜 把玉金光 把夜城空单回补之后 我说我也不救你 不是说我不喊他 而是他的筹码需要整理 你看这一个多礼拜 我是不是又讲对了 细经元 我叫你说一张不留 你看到礼拜五 环球金 六四八八的环球金 大跌12块 高点回下来跌了44块 3532的台乘科跌3块 高点跌下来跌了22块 我又讲对了 接下来呢 马上下礼拜 两件事情要陆续要发生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三季财报陆续公布 第二件事情 马上十月营收又要公布 你有没有做好功课 说能够选定第三季财报 甚至包含了十月营收 能够持续成长 创历史新高的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昨天 礼拜五开盘前 我讲的耗星 技术面是不是一个大底结构 刚刚突破 耗星在礼拜五 你真的看到 一件很真实的事实 跳空掌停板 跳空锁六万五千张 锁住掌停板 我也说过 我不要你去用追掌停板的 但是 它的各些个股震荡过程 你一定要逢低买 不要说涨上去了 你想追 跌下来了 又不敢买 刚好颠倒 这种操作节奏 你想想看 马上接下来要公布第三季财报 公布十月营收 你如果做好功课 来 我再让你看一次 2405的耗星 礼拜五开盘前 我讲是不是一个大底结构 刚刚站上景线 那么礼拜五 你也看到一档股票 很真实的 EPS并不亮丽 股价马上达到跌停板 4968的利基 很多投资朋友都有 我知道 利基前三季 EPS1.52元 比去年的1.83元 还要低 股价从去年以来涨了两倍 拉回这么正常 利基111块 才1块半的获利 1.52的获利 拉回很正常 但是我选的标的 是选什么标的呢 第一个条件 来 这个条件 跟耗星一样 是不是一个大底 刚刚突破的位置 第二个 他的营收 9月营收 创下历史新高 大盘这个礼拜 还在创27年新高 大盘创27年新高 他的营收 创下历史新高 结果股价 是不是一个大底的低点 才刚刚开始而已 第二个 他10月还有推新产品 10月营收 还有更好的表现机会 第三个 11月份呢 巴黎的展览呢 他又推出新产品 最重要的重点在这里 估计他第三季的EPS 会叫第二季倍增 第三季EPS 会叫第二季倍增 前三季会赚赢去年全年 前三季加起来 EPS 就接近谁 利基 前三季的EPS 就接近利基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的股价 只有利基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你没有听错 你再看一次 他的EPS 前三季估计呢 跟利基很接近 结果前三季表现这么好 营收创历史新高 股价竟然在底部的发动位置 是不是跟昨天的耗星一样 礼拜五 他带上影线 带六毛的上影线 带上影线代表说 他还没有完全洗完筹码 他只是刚刚站上景线的位置 刚刚站上景线的位置 要不要来把握 我不希望说你后面 又是看到股价大涨才去追 昨天的耗星讲完 哇 礼拜五开盘前 全市场都认同 马上一开盘 跳空掌停板 那请问 接下来这一档 礼拜五是在上影线 成交量一万多张 低价位 低价量大 人人买得起 股价低档形态 又是第三季估计呢 会比第二季获利倍增 前三季就可以赚赢 去年全年的数字 他跟利基刚好颠倒 利基是涨了两倍 不如预期掉下来 他是在底部开始发动 九月营收就已经创历史新高 十月十一月 利多一个一个出来 但是股价呢 礼拜五才刚刚站上景线 有没有 礼拜五才刚刚站上景线 有没有条件 想不想把握这个机会 我说礼拜一早上 还有一个很好切入的时间点 但是你不要说看到股价大涨以后才去追 这个礼拜一的机会点 再开放一天 本来这三大好礼的机会呢 只是到礼拜五 周末时间里面 我特别跟公司再申请一天 什么是188 什么是普森特 什么是旺旺年 这三大好礼 想知道详细细节的 好好把握中场的资讯 马上回来 以上是记者少庭在街头的采访报导 记者募集一场车祸 由于两台机车响撞造成三人受伤 车祸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跑车并排停车 小姐小姐请问一下 为什么要并排停车 我只是要去买东西 一切价而已啊 我也不知道是这么严重啊 方便一下子 迫害一辈子 请勿并排停车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库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库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库 亚洲投库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2-2578-3777 2578-3777 我学习的快乐 在我做事情上面 我就更有生意就感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独困的老师 用自己的差异来 发挥自己的错误 而三用你们 所有的食物经验 技职训练 可以让你具有更大的勇士 找尋出自己道路的方向 技职驾驭 到我都无限的 选技职 好好读 有前途 消灭灯格热 仔细清扫 立即做 银水积水盘 若有积水 要倒干净 花瓶臼水 倒在土壤中 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花瓶底部 盆栽底盘 要常常刷洗 避免温软附着 不使用的水桶 记得倒置量干净 别忘了食温鱼 也是消灭极绝的小帮手 防止灯格热 清干净 倒干净 刷干净 量干净 大家一起来 你未来想做什么 如果你对未来感到茫然 找不到方向 产业人才 投资方案 请不要停止前进 相信每一段经历 都是蜕变的开始 相信每个人 都有改变的机会 从现在起 找到自己 找到未来 劳动部 导动力发展署 陶竹苗分署 欢迎回到亚洲之星 那么在礼拜六 礼拜一的时间里面 投资朋友 你好好做做功课 我说 这些三低感测的族群 包含了人脸辨识 不管行情的震荡 如果行情有震荡 那更好 有低档 把握机会 低接 不要用追加方式 礼拜五早上 我才讲完 2405的号星 站上大景线 礼拜五直接跳空掌停板 全市场上 谁能够的盘前跟你说 他站上大景线 这种人脸便是 三低感测的主轴 你看到礼拜五的稳貌 又在创历史新高 但是我也跟你讲过 去追那种创历史新高的 没有成就感 真正要做的 从低档复制去年细晶元 真正从低档上来 但是我也跟你说过 将近一个礼拜 涨了三倍 涨了四倍的台胜科环球金 我一张都不留 结果呢 你看到6488的环球金 礼拜五跌12块 高点回下来 已经跌了44块 3532的台胜科 礼拜五跌3块 高档跌下来 跌了22块 你自己看这个现行 我讲这一个礼拜 我说一张不留 是不是对 那我要复制成功的模式 我不是叫你去说 我们就等 等细晶元 再回到去年那个低点 如果再回到去年的低点 那么低的话 也不能买了啦 那代表说产业出状况 那关键重点 我们把这个模式 再回到未来能够大成长的 我讲了一个多礼拜 快两个礼拜了 就做3D感测 3D感测 我不是叫你去追涨停板 礼拜五号星 直接开盘涨停板 很多人在追啊 我知道 我不是叫你去追涨停板 未来五年3D感测 会大成长20倍 不是只是打手机 做一个脸部辨识的一个开锁而已啊 那还算是低阶的 高阶的身份辨识 将来应用到电子支付 脸部辨识 就像一个身份证 这个技术 其实在去年日本就已经怎么样 开始上线 在做测试了 日本来讲的话 脸部就是一个身份证呢 它未来的发展 结账付款 自动开门 这是去年哦 用脸部来做身份证 来我们上面一点 看这句话 脸部就是身份证 这才是关键啊 这才是未来五年 为什么将来的主流机种 会走向脸部辨识 很多行动装置 都会走这个功能 那我们要学中 去年细晶圆 还没有发动 还没有真的在大涨之前 低档开始切入 那不是很好吗 在10月20号 股价 我这个地方 我讲了三天 股价没有动 上礼拜一礼拜二 我讲了三天 后来真的礼拜三 礼拜四礼拜五 三天大涨20% 我也告诉你 低档景线 还没有发动之前 我们就先告诉你说 他已经在突破 要去测他的大景线 要突破 要开始发动了 三天大涨20% 上礼拜五 我调节礼拜一 押回做价差 做了7%左右价差 是不是又把成本降低 成本又降低到什么价位 你会看到我们的成本 又降低到12块多 那么这种情形 你会发现说 在这个礼拜 上礼拜真的大涨20几% 这个礼拜 是不是高调节的 礼拜一押回 那礼拜四礼拜五 稍微押回呢 押回是机会 是买点 你不要认为说 好像涨一周 这个礼拜一押回 又结束了 来你看我的测标 逢低买 你不会做的 我不要你拆 我也不要说 你替我会员索筹码 不需要 它的量很大 每天都是至少几千张 多的上万张以上 这种量能水准 你看这个礼拜 也三万多张 成交量三万多张 我说他押回来的话 你把握机会 有押回来 要上车 要逢低阶 一个真的好的老师 会带你去做低阶 而不是每天叫你去追掌停板 追强势个股 电视上表演 那不是我的专长 这种结构 一段时间 只要做对一档股票 做对一个趋势 其实你会赚不完的 9月到现在 全市场上 大家都知道 苹果股很多修正了 两层 三层 四层 我有没有带你避开 最明显的例子 郁金光 我们9月5号 6号 8号 高档带你放空 一路下来 四层 跌下来 四层 我也说回补 回补之后 把资金全力锁定 就放在3D赶车 结果呢 礼拜五的号星 3D赶车 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脸部辨识 号星直接跳空掌停板 是不是礼拜五早上 还没有开盘前 我节目上就告诉大家 我直接开牌奖 号星站上大警线 结果马上 锁掌停板 你又看到了 这个是一段趋势 郁金光 夜城 还有些高价股 我带你避开了 然后第一档 10月中以后 有一些个股 刚刚突破 我说它的EPS 月增年增 去年很好 因为景气谷底 开始发动 开始改变 把握机会 结果呢 上来我也告诉你 该卖的 我也调节了 四成 也是一样 待你掌握 这个时间的机会点以后 一档 接着一档 还包含了 要花 我昨天告诉你说 要花 16块 我们也是降低 2块的成本 把这一笔 13块6的成本呢 降到11块6 有没有 13块6的成本 把两块的价差 放在口袋里 剩11块6的成本 你看礼拜五 又在创新高 到16块4 这个价差 已经差去多少 四成 我们会担心 它震荡吗 这个机会点 一次一次一次的 告诉你 那重点来了 马上 我刚刚讲的重点是 礼拜六 礼拜天 还有包含礼拜一 你要密切观察 两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是什么 第三季财报 第三季财报 不要发生像 4968的利基 股价涨了两倍 结果呢 EPS才1.52 马上跳空跌停板 第二个 十月营收 不能大幅衰退 十月营收要选是选 业绩能够继续 创历史新高的 这绝对是市场 多头聚焦的所在 那技术面呢 技术面当然不是 找那种高档 跟着大盘指数一样 在高档的股票 而是在低档 开始要接棒 就像耗星 礼拜五早上 我告诉你说 刚刚突破颈线 有没有 刚刚突破颈线 13块5 这个大颈线的位置 结果讲完 耗星 重点在这里 9月营收创下历史新高 10月有新产品推出来 11月又有巴黎商展的新产品推出来 10月11月有没有机会更好 前三季 前三季的获利 法安估计 赚赢去年 又是第三季的EPS 会比第二季倍增 讲更仔细一点 他前三季的数字 跟谁很像 跟利基很像 大概是估到1块半左右 但是他的股价呢 只有利基的四分之一 股价只有利基的四分之一 在营收 9月营收历史新高 获利有倍增的条件 是不是利多 这两个利多 还有11月份要推新的产品 成交量1万多张 成交量1万多张 低价大量 人人买得起 怎么会没有机会 谁带你做 怎么样跟上这个脚步 我说本来在礼拜五 要结束的三大好礼 我再跟公司申请一天 开放到礼拜一 11月6号 这三大好礼 188 普森特 旺旺年 什么是旺旺年 想知道的 想把握这三大好礼的 好好把握中场的机会 不要错过 趁着在礼拜一开盘前 办好手续 礼拜一早上 我带你直接进场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定次付投资风险